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约前宣布,2023年7月,全球半导体行业销售额总计432亿美元,较上月422亿美元总额,环比增长2.3%。 但比2022年7月的收入水平,同比减少11.8%。 SI总裁兼执行长John Neufer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经历了温和但稳定的月度增长,7月份的销售额连续第四个月增长。 与去年相比,全球销售额仍然下降,但7月份的同比降幅是今年迄今为止的最好表现。 这为他们对2023年剩余时间及以后的前景感到乐观提供了理由。 根据SI数据,分地区看,每周6.3%,中国2.6%,欧洲0.5%和亚太所有其他地区0.3%的月度销售额环比有所增长,但日本-1%月有下降。 欧洲5.9%的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但日本-4.3%,每周-7.1%,亚太所有其他地区-16.2%和中国-18.7%仍然处于同比下降状态。 为了尽快扭转领势,急需先进晶片来加速业界情境。 在今年7月的季度财务会议上,台积电总裁魏哲嘉透露,去年底开始量产的N3节点的三奈米工艺,已完全通过验证,效能、良品率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台积电三奈米工艺第一代为N3B,技术上很先进很复杂,应用多达25个EUV曝光层,还有双重曝光,从而达到更高的电晶体密度,这也致使价格更贵。 第二代则是N3E,EUV曝光层减少到19个,去掉双重曝光,会便宜不少,更适合主流产品。 在三奈米制成工艺刚刚出现消息的时候,不少人便对这个新工艺充满期待,不少网友也认为这是目前晶片突破效能瓶颈的最好办法。 而在这段时间,关于苹果的新机的相关爆料也在持续中,关于苹果iPhone15系列将会采用300米台积电工艺的A17处理器消息也是越来越多。 而日前据相关媒体报道,苹果公司今年已经预定了晶片供应商台积电第一代300米工艺产能的近90%,用于未来的iPhone、Mac和iPad。 而据之前报道,台积电计划在未来两至三年内推出五种三奈米级工艺技术。 第一代三奈米工艺N3预计将被台积电的大客户苹果用于少数设计,而第二代三奈米工艺N3E将具有改进的工艺窗口。 N3E预计将比N3更广泛地被采用,但其大规模生产计划在2023年中期或2023年第三季度开始, 大约在台积电使用其N3生产节点,启动大批量制造一年后。 此前,据相关媒体报道,供应链消息表示,虽然台积电2023年上半,整体产能利用率明显下滑, 但带工价更高的300米N3制程确实如台积电所言,投骗客户出货骗数与粮率皆优于预期。 目前,业界各大晶片厂商都在公关3奈米制程,包括苹果iPhone有望率先拿下台积电3奈米产能, 可以期待在今年最新的A17晶片中见到。 此外,高通的3奈米晶片目前还没有准确消息,预计会和联发科再次展开竞争。 不过,综合消息来看,苹果目前已经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产能,高通和联发科优先度紧随苹果之后, 但其并未说明他们是否会使用相同的N3技术量产笑容8站3或天机新旗舰平台可能性很小。 毕竟这些新平台,如果使用N3的话,恐怕在年底发表后都很难保证产能供应。 而就在9月上旬,联发科与台积电共同宣布, 联发科首款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生产的天机旗舰晶片开发进度十分顺利, 日前已成功流片,预计将在明年量产。 据介绍,台积电公司的300米制程技术为高效能运算和行动应用提供完整的平台。 随后,有博主爆料称,天机9400机与台积电300米,目前已成功流片,ARM公版架构,不知道还是不是4个X5加4个V730全大核阵容。 结合来看,此次联发科成功流片的应该就是天机9400处理器。 而据该博主消息,骁龙8 Gen4目前也基于台积电300米,CPU和GPU全上字眼,CPU两个Phoenix L加六个Phoenix M,居会有不小的变化。 可以预见的是,在下一代处理上,安卓阵营的旗舰处理器将会有不小的改变,并且居会采用300米工艺。 联发科与台积电长期保持着紧密且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充分发挥各自在晶片设计和制造方面的独特优势,共同打造拥有高效能、低功耗特性的高能效极件晶片,赋能全球终端设备。 联发科总经理陈冠州表示,联发科在拓展全球旗舰市场的策略上,致力于采用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为用户打造尖端科技产品,提升及丰富大众生活。 台积电稳定且高品质的制造能力,让联发科在旗舰晶片上的优异设计得以充分展现,以高效能、高能效且品质稳定的最佳晶片方案提供给全球客户。 为旗舰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用户体验。 台积电欧亚业务级技术研究资深副总经理侯永青博士表示,多年来,台积电与联发科紧密合作,为市场带来了许多重大的创新,他们也很荣幸能继续在三奈米及更先进的技术上携手合作。 台积电与联发科在天机旗舰晶片上的合作,将半导体产业最顶尖的制程科技带入手机等行动终端,让全球用户享受无与伦比的使用体验。 台积电公司的三奈米制程技术不仅为高效能运算和行动应用提供完整的平台支援,还拥有更强化的效能、功耗以及良率。 相较于5奈米制程,台积电3奈米制程技术的逻辑密度增加约60%,在相同功耗下速度提升18%,或者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32%。 联发科一直基于业界领先的制程工艺,打造Dimensity天机旗舰晶片,满足用户在行动运算、高速连接、人工智慧、多媒体娱乐等领域不断升级的体验需求、不能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智慧车等各类设备。 联发科首款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的天机旗舰晶片确定于2024年下半年上市,为新世代终端设备注入强大实力,引领用户体验,迈向新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iPhone 15系列9月发表后,其中iPhone 15 Pro Pro Max机型将升级苹果A17处理器,将首发台积电3奈米工艺,晶片表现如何,值得期待。 如果苹果表现实现较大突破,那么联发科的这枚3奈米晶片同样值得关注。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